昨晚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在海南海口举行开幕式 首届肖博会既为各国消费精品 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展示交易的机会 也为中国各地的消费精品 销往世界创造商机 首届肖博会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海口的地标 世纪大桥的北岸 那么在桥的对岸大家可以看到 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专门为肖博会准备的灯光大秀 那么可以说是灯光璀璨十分的壮观 那么就在此时此刻呢 肖博会的开幕式正在进行当中 预计时间是8点到9点 可以说海南资茅港正式进入到了肖博会时间 那么可以说本届肖博会是亮点分成了 第一个亮点就是它的规模了 它是目前亚太地区最大的消费精品展 来自世界69个国别和地区的1300多个品牌参展 可以说涵盖的品种是非常多的 那么其次呢就是来自国内的1200多个品牌也参展了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前沿性了 整个肖博会呢总共有80亿场首发与首秀 可以说来自全球最顶尖和时尚的产品 你能在肖博会上感受得到 其中呢就包括了服饰 酒类 还有各种各样的品种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专业性了 那么本届的肖博会有一大特点 就是以专业的展示为主 现场的零售为辅 其实就是在交易的同时 各大厂商来这主要为了签大单的 我今天就得到了一些消息 就是明天会有很多亿元的大单要签 那么在兼顾大单的同时呢 我们同时要兼顾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那么到5月10号 也就是本次展会的最后一天 消费者就可以到本次的展台 去购买相应的展品了 并且可以享受免税的政策 可以说这也是本次肖博会 带来的一个大礼包了